前种树后人乘凉 台铁富人站在2008年配合仓库改建成长明文化馆完工 当时种下近十棵的梅树如今已成零 今天特别邀请社区长者一起来采梅 也勾起他们年轻农耕的快乐回忆 社区老人长辈 用长竹竿草梅树枝叶拍打 大大小小的梅子一声落下 树林将近20年的老梅树大丰收 社区长辈们也笑开怀 真是跟大家一起采梅子觉得的吗 很好 就用那个竹竿这样一直打它就会掉下来 今年吃特别多 采得好高兴 大家都好高兴 老人长辈辛苦采梅但也乐得开心 好奇的是田路车站旁怎会有梅子树林 复原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周玉梅说 2008年社区重新活化台铁复原站老旧仓库 改建成现在的长明文物馆 而当时台铁配合文物馆也附用风雅地在周边 种下了近十棵的梅子树 而如今梅树不但早已成零 今年更是节食累累 因此也特别请社区长辈们一起来采梅 体验也回味年轻时采梅子的乐趣 虽然有一些行动不便的阿嬷没有办法采 但是我们就是直接输脂 然后聚下来让阿嬷也可以采梅子 就是有一个当令季节的一个活动 一个采梅子的乐趣 那让他们回味年轻的时候 在社区志工的协助下 除了采梅也顺便修剪枝 让老梅树来年能长得更好 而社区长辈采摘下来的梅子 也将共同制作成腌制梅 研发道地的客家梅子料理 希望未来也能成为社区一道特色美食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